然後我們就覺得為什麼 後來我們才發現原來那個核二廠有減容中心 他們在燒低尖核廢料 所以那後來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 台灣環境輻射走吊團進行全台灣的輻射普查 那當然是有在各地很多的志工朋友幫助我們 那我們去調查的時候以學校跟公共場所為主 在測量了1959個測點 製作了兩組輻射地圖 並且在44個地方找出54個測值 是超過0.3維西佛小時的一個測點 那原能會就在今年的3月28號就進行複測 複測了以後其實結果是大致差不多 但是他們原能會說這些都是天然核種 他說這些都是天然核種 那其實其中有一個就是在我們新竹 新竹的清華大學裡面那個明明就不是天然核種 4137怎麼是天然核種 而且那個非常的嚴重非常高的那個數值 我們用了原能會校正過的機器 一個儀器50幾萬的那個機器去測 然後那個機器到那邊就像風了一樣 啤啤啤啤啤一直叫然後上面的那個都是紅的 就是整個就是紅的 然後他可是原能會說這是天然核種 所以我們就覺得不相信 由於那個我們確定是這樣子 所以今年2月開始呢 我們就開始 總計就開始去測 進行另外的測量 就是要測核種 那總計調查了118個測點 發現15種人工核種 其中射1341192.131步 經常都可以測到 經常都可以測到 剛才那個施教授說那個 步是可以做原子帶的 我們在這個中心大樓也測到過步 真的 隔壁103我們測到兩次 對 對 所以 嗯 然後呢 還有病發現那個台灣那個海邊 台南 台南的海邊有那個輻射的重砂 它那個已經高到0.892 維希佛小時 也測到 還有測到天然的核種 渡跟游 所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想 比較詳細的內容 會在這個 這個 飛河亞洲論壇裡面做詳細的報告 我們會秀出地圖 因為那個地圖都是用上傳Google這樣子 所以 嗯 在網路上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 就是說你要去看 你要是不去看也沒有用 就像說 我們知道那個高階核廢料 是要好好的儲存的 好好的保護的 結果今天說什麼 從從核電廠運到龍潭的那個 核眼所 他運了四次 兩次幾次 到底他用什麼裝的 他怎麼運的 然後 還留在龍潭 核廢料留在龍潭 那龍潭的人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 什麼原因 就是 輻射這種東西 看不見摸不著 但是他有非常大的那個傷害 非常大的影響 那我們 我們 借助了一些小小的儀器 其實 他那個圓能會 一開始是很看不起我們的儀器 說你們那個儀器 看得像個 像個驗運棒一樣 有什麼用 但是呢 其實我們這樣測出來 跟他那個幾十萬的儀器 測出來的結果 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 那個趨勢是一樣的 並沒有因為說 我們那個東西比較便宜 就測 測的不精密 只是我們那個小儀器 是沒辦法測核種的 那測出核種了以後 就發現 什麼都有 絕對不是天然核種 那 所以這種事情 我們是希望說 引起大家的注意 尤其是政府要注意 那個 不能再欺瞞人民了 這個是我們今天 希望在這個非核亞洲論壇裡面 我們來做出這樣子的 就是報告 報告 呼籲大家能夠認 認同跟注意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台灣還沒有發生核災 台灣的環境輻射值 有的地方已經比 發生核災的日本 核災的日本還要高了 那 那怎麼辦呢 我們的生命財產 健康 要誰來保障 那如果圓能會不能保障 好像他們本人也不能 那我們就要自己啊 NGO就要自己 自己自立自強 然後呢 自己的命自己救 對自己的命要自己救 對 所以 這個是 就以上的報告 謝謝 謝謝 那 那個